加拿大BC省新冠疫苗接种第二阶段工作逐步展开 目前90岁以上老人和65岁以上原住民 可拨打热线电话预约接种疫苗 但BC省多个地区民众表示 预约热线频繁出现战线情况 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是温哥华 而针对这一问题 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不单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而且各部门之间还互相推卸责任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 是疫苗接种预约热线产生最多问题的区域 统计显示 BC省菲沙卫生区目前接受了8722人预约 人口只有温哥华沿岸卫生区四分之一的北部卫生区 完成了1007人预约 但人口相对较多的温哥华沿岸卫生区 却只有369人成功预约 有民众表示 拨打热线电话等待两个半小时之后 电话系统开始出现战线声音 继续等待一小时后 电话却仍然未能接通 也有民众表示 已连续两天为81岁父亲预约疫苗接种 但一直未成功 BC省卫生厅长迪德安 将BC省特别是温哥华沿岸卫生区 新冠疫苗预约电话系统瘫痪问题 归结到Talus电信公司 因为他们在正式开通热线之前 已对所有系统进行了技术测试 但事实表明 Talus并未履行合约上的承诺 而BC省长贺锦随就电话预约系统瘫痪问题向民众表示道歉 却也认为预约系统出现问题源于拨打人数太多 因为省政府未曾料想 热线开通第一天会有170万人拨打电话 导致相关部门没有做足准备 但他也承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会尽快解决问题 保证电话预约系统及疫苗接种工作正常运行 根据BC省疫苗接种计划 第二阶段疫苗接种工作计划将于4月初截止 4月中将迎来疫苗接种的第三阶段 可接受人群将会扩展到60至79岁长者 以及被医生鉴定为极高危的16岁以上人群 而在这一阶段 BC省也会提供流动疫苗诊所 以方便部分偏远社区 即因行动不便而留在家中的人 能够进行疫苗接种 加拿大BC省新冠疫苗第二阶段的工作逐渐展开 目前90岁以上的老人 和65岁以上的原住民 拨打热线电话预约接种疫苗 但BC省多个地区的民众表示 预约热线频繁出现占线的情况 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是温哥华 而针对这个问题 当地的相关部门不单止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而且各部门之间还相互退卸责任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疫苗接种预约热线 产生最多问题的区域 统计显示 BC省飞沙卫生区目前接受了8722人预约 人口只有温哥华沿岸卫生厅四分之一的北部卫生区 完成了1007人预约 但人口相对较多的温哥华沿岸卫生区 却只有369人成功预约 有民众表示 被打热线电话等待两个半钟之后 电话系统开始出现渐线的声音 继续等待一个钟后 电话仍然无法接通 也有民众表示 连续两天为81岁的父亲预约疫苗接种 但一直未有成功 BC省卫生厅长迪德安 将BC省特别是温哥华沿岸卫生区的 新冠疫苗预线电话系统瘫痪问题 归结于TELUS电信公司 因为他们正在开展热线之前 已经对所有系统进行了技术测试 但事实表明TELUS并没有旅行合约中的承诺 而BC省长賀锦 虽就电话系统瘫痪的问题向民众致歉 但也认为 预约系统出现问题源于拨打的人数太多 因为省政府未曾想到 热线开通第一日会有170万人拨打电话 导致相关部门没有做足准备 他也承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会 尽快解决问题 保证电话预约系统及疫苗接种工作正常运行 根据BC省疫苗接种计划 第二阶段的疫苗接种工作计划 将会在4月初截止 4月中迎来疫苗接种的第三阶段 可接种的人群将会确展到60至79岁的长者 以及被医生鉴定为极为高危的 16岁以上人群 而在这个阶段 BC省也会提供流动的疫苗诊所 以方便部分偏远的社区 以及因为行动不便而留在家里的人 能够进行疫苗的接种